昨天台东创下陆下以来最高温 气象局说受到太平洋高压以及西南风的影响 今天还是有可能会破纪录 刚才11点半台北就已经飙出36.4度的高温了 基隆也有36度 如果在正中午外出一定要注意不要中暑 而昨天下午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 很可能最快在今天下午就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 如果形成将会是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叫做伦比亚 而气象局也会密切的注意它的发展